PP石墨西超倒背 邀您共赏 医师好辣 医师好辣 谢谢啊 我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看到今天好辣医师团的阵仗 就知道今天的主题 跟房市幸福息息相关 大家想知道又不敢问的 一次为大家解惑 陈范晓 故里是五熊 嗨 大家好 今天请到三位婆婆妈妈 每次婆婆还没有到婆婆 婆婆在家 将来的婆婆 现在的妈妈 她过去的小姐 这样可以吗 可以感觉 谢谢小姐 过去的小姐 今天先讲热身赛 热身赛跟大家有关系的 今天考考什么热身赛 第一题请看 婚姻生活有很多课题要面对 根据调查 哪件事是夫妻感情中的 最大杀手呢 一 婆媳问题 二 出轨偷情 三 床室不幸福 四 金钱观不同 好 OK 来 请举牌 好难 票数最多 好难喔 我在举这个 人家就知道我心生算了吧 不行 你一定要举 那我还是举一个 大家不会骂我的婆媳 可是我 没有啦 我想 我可能会认为这个吧 我觉得选三呢 床室只要不幸福 不管看什么都不顺眼 他有杀劇 没错 因为我心里不快乐 婆媳一点点小问题 就会觉得 你看这个讲话 像不像婆婆妈妈的 然后 只要就是 他跟女同事讲话 我就觉得 出轨了 出轨了 因为你心情不好 所以你会不要在意这件事 但是如果就是 床室很幸福的话 什么都OK 婆媳婆婆讲什么都好 都没问题 对 你都生四个了 我跟她是站在一样的观点 为什么 就是 只要第三个 不幸福之外 什么事情都是问题 然后就会接着 出轨偷情 天生的年纪会出轨 像有机会出轨 我们都不出轨了 太累了嘛 其实 床头草床尾合 这个姓氏能够协调 你再大的纷争 其实最后都能很好的收尾 我是觉得这样 那我们自己 泌尼科医师最注重的 就是我们的功能很好 我们面加科医师每个都生三个 四个小孩以上 要吗 他自己讲 又清白 又带了 又带了 因为我个人 同一个工厂吗 同一个工厂 对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跟人家吵架 所以我只生了两个 我现在不太敢跟太太吵架 因为吵完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要收尾 年纪大了 你是刚结婚了 绝对不允许有出轨的情绪 没有 因为我想说 这个都有爱可以解决 有爱可以解决 有爱可以解决 但这一个就是破裂 对 两个人的关系 那你有活习住在一起吗 没有 所以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就是一旦有裂缝 就会觉得怎么样都怪怪的 对 可是你先生到处在教健身 不怕吗 我没有这个困扰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会 乖乖回来的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因为床室幸福 如果不幸福 教健身 摸一下手 他就会生气 对 我觉得是两个都会相连的 就是你床室不幸福 就会造成就是有裂缝 会出轨 对 而且身边也看很多出轨的 所以我觉得二跟三有点 相关联 对 相关联 一定有很多来我们 就是我们诊监的个案 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 彼此的不信任 如果当彼此已经不信任了 床室再怎么做也不会开心 那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性是一个原因导致两个人破裂 可是其实我观察下来 我觉得性会有问题 通常已经是出自于 两性关系已经不好 好 来 请解答 的确答案是二 这个资料来源来自于 网络温度计的一些统计 但你要知道上网 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误讯 对 你知道这身量差多少吗 它其实有十个大的问题 婆媳只排名第五名 什么 但是出轨这件事情 它是排名第一名 它的量表是到五万多票 过期也才差不多 才五千多票而已 那床室不幸福 其实这个统计学 可能大家碍于 跟瓜哥刚刚一样 不好意思点 所以他排名是第八 其实他经历关系 随会沉沉沉的 是 这什么水项的 随会沉沉的 他题目应该说 我朋友的 观察我朋友之后 我觉得是 那我们就会比较 不推 你不要先进去 说我朋友 所以 但是我讲 我补充一下 婆媳这个问题 是因为年代不一样 对 现在已经婆婆妈妈被教育 说小孩子不要管 对 以前哪一个不是过去 对 对 过去八点党 十党有八党 都演得过 对不对 要不然怎么会说 熬成婆 对不对 尤其是网路上的族群 其实他的关心度 是不太一样 可是虽然答案叫做 出轨偷情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题 其实跟这个 跟这个谈情说性有关系 为了俘获今天主题 我特别穿了一件衣服 L L 好帅喔 这个是标榜名台LV的 你看到吗 对 是不是 大家其实不要只讲硬体 硬体好像只有结构上 哪里怎么样紧实 大家高兴 也不要只有找情感 硬体 软体要一起结合 才会有帮助 所以性跟爱之间 怎么样来包容在一起 带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对 好 我觉得性是 这个很主观 你到底性不幸福 有的有无幸福 其他还是很幸福 对 有的天天做 但是前夕少一遍 我常常看南方的脸书前面 写蛮多很多 那个问题 这个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探讨 这些问题 现代人家庭观念跟感情观改变 除了个性价值观和心理也是要契合 之外 性生活也逐渐被重视了 到底性生活要怎么样才算契合呢 因为哪些问题我们来看看 来第一题 生完害怕刑房 产后多久能开机呢 就我先讲 其实我们门诊被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机 已经越来越被常问了 你就发现夫妻有两种态度 太太如果也不反对愿意的话 她会带着期待的心情 就是好像得到许可证 另外一种就是 太太心不甘情不厌执 为了应付老公 她眼神都会暗示我 讲久一点 讲久一点 但我要讲不要的答案 其实四到八周差不多 在我们定义里面 一个简单的原则 只要没有出血 太太的身体上感觉上舒服一点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我们常遇到面临几个问题 一个是硬体上的结构 我们先讲 因为产后在喂奶 你知道喂奶有一个叫 密义激素 密义激素 它的用意是 它是要保护小孩跟这个家庭 但它不是为了满足老公跟心爱 所以这时候性欲会明显下降 第二个在 密义激素升高 阴道分泌会变少 所以包含干涉 跟这个比较没有欲望 本来就会没反应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这时候身材恢复还没那么好 男生很少在检讨自己身材 但女生永远怕自己身材不好 对 其实就我们的看法 产后胸部很丰满 只是肚皮松一点 某些还没有那么恢复 但女生就会觉得这个不好看 于是他会担心 还没有恢复到我以前 那最后一个其实是 情绪 照顾宝宝 其实是压力很低 压力很大 你的情绪是很低潮 另外一个你要想 要应付旁边这个人 旁边搞不好一会儿 小孩哭 要把他吹倒再去 真的 对 所以我会建议 其实我都鼓励事后 如果双方许可可以开机 但是老公要做好一件事 要让老婆无后顾之忧 第一个小孩的料理好 你可能跟长辈 或管他是谁 有两个小时痛完 先丢了再说 对 第二个要远离你目前 现在居住环境 因为居住环境会让他有不安感 所以我提出的叫做 最好我刚刚就是跑K路 两小时 其实你知道两小时 很久 你去不家出来 洗个澡 吃个饭 然后最后够了 差不多 对妈妈来讲 他是个放松 而且最重要是 弄脏还不用收 你都没想过这件 弄脏还要收 所以我最常建议的 就是摩铁疗法 其实它会有很愉快的第一次 最常建议还是 有时候自然生产 会因会有个伤口 伤口有时候的确 很少数的人会有疤痕 大家了解 私密处那边血液循环很好 尤其现在缝线又缝得很好 其实很难有疤痕 倒是少数有 那我们通常打个简单的除疤针 或止痛针 大家改善掉就好 但我前一阵子刚好遇到一个 他就说 他真的怎么也进不去 那时候因为 产后大出血 很不好止 所以他后来缝非常多 还交互病房 住了一两天才出来 那我就心里有不祥的预兆 是不是整个缝起来 因为我们在 产后大出血的止血方法上 有一个方法 真的是把子宫颈 整个缝起来 连阴道口都缝起来 造成一个假性的 一个止血作用 结果一进去看 果然连我一根手指都 缝不进去 以前这种缝法 因为缝完以后 腺肿会吸收 吸收会稍微松掉 那冲一冲就冲得开 他可能运气太好 他黏得太紧 那像这种情形 当然因为后面处理 有点麻烦 我就建议他 找原来的组织医师 也不是我们在甩锅 原来就是个人 造业个人 但最主要是因为 他缝的医师 比较知道当初是哪里 比较练伤 比较严重 要不然这样硬撑 反正是危险 我自己本身是因为 其实现在还不错的 就是大家都会鼓励先生陪产 那陪产一方面就是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自己的老婆有多辛苦 然后我很辛苦 我帮你生了这个小孩 然后但是 当然有这个好处 另外的坏处就是 我不晓得 男生会有后遗症 当然我不晓得 他站的角度会不会看到 但我觉得印象中就是 那时候已经生完 大概一个多月 然后我也回去复诊 那医生也说 状况都很好 伤口愈合的也很好 然后如果你们想开机的话 可以是可以进行的 然后我就回去准备 我的那个性感睡衣 好 我就穿好了 然后就想说 他应该都知道 这是非常民事了吧 然后一天没动静 两天没动静 我想说 我已经把战袍穿出来了 你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事情后来又照顾小孩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后来就真的 我说 为什么 你受不了 我说为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 其实因为那时候 他就是有听到 剪慧音的声音 他就觉得会 会觉得 怕我受伤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是 他体积这么庞大 不是 就是因为有听到 听到那个剪刀的声音 其实会害怕的 因为他不晓得 医生是怎么操作的 反正是我给他做心理辅导 我就跟他说 我是一个专业的护理员 其实伤口一个月之后 就已经赴云了 而且加上这么年轻 而且医生也说OK 所以到第三个月 我们才开始 就是 开机 对 才开机 我觉得他那时候 可能脑补太多事情 没有 而且 我跟你讲 是我 屈哥反而是让我有阴影的人 他也是全程陪产 为什么 第一胎的时候 然后医生还明明跟他讲说 你站在产妇的这个头这边 对 没错 那他就很假的 他就要拍摄 他就给我站在一身房间 我老公也是 最润的那一镜头 我的天啊 我老公也是 我不敢看 我自己都不敢看 而且重点是隔天明京城来看我 他还要给明京城看 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有阴影 还好明京城跟他说 Licky就在我这边 你要我看他生小孩那个地方吗 而且有的那天常常拿摄影机还没开机 我老公也是啊 医生也是叫他站这边 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在用力的时候 为什么我看到我老公的脸 然后他也就这样拍 然后拍完之后 我爸妈来医院的时候 他就说 妈 你看一下 他是给我爸爸看 给我爸爸看 他自己女儿会音簿 然后小孩这样伸出来 他说我跟你讲 这个有多难 因为 期待绕紧 然后还拍到我女儿生出来之后 然后医生又推 又把胎儿推进去 然后再转 然后再抽出来 这纪录片 这简直纪录片 造成老婆的阴影 有一个香港来的 就好多年以前 然后他就是说 他就是正面迎集那个画面 对啊 结果这样七年就都不局 有的个案是真的会看到这个画面 一直想起来 然后最后就是好多年都没有办法新放 那其实我们女生刚生完 的确真的是会我们会比较少吗 所以就是性欲啊 可能会引到干涉啊 然后可能会有点不舒服的状况 这样子 那如果生产的时候 宝宝比较大肢 或者是你刚刚经过产道 就 对 然后之前就遇过有一个case 他是 产后了 第一次要开机 然后可能在性行为的时候啊 就刺激到膀胱跟骨盆腔 然后就不小心 尿出来了 然后他就说 天啊 太丢脸了 那从此老公可能碰他 他就 不好意思 然后就说不要 反而是女生有阴影 其实就是产后真的 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产后妇女 可以就是 做復健 对 就当然从最简单的 骨盆腔运动开始啊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现在很多的 然后什么就是 自己干细胞的治疗 PRP 那甚至就是 可以帮助骨盆腔的復健 就可以让他之后 也可以更幸福 然后也治疗 漏尿的问题 我前两胎都自然产 然后我第一胎 我原本 我原本还没生小孩的时候 我非常的苗条 真的要苗条 要强调 所以我突然我现在瘦了 然后我第一胎是 从40公斤 胖到80公斤 真的有个胎 然后生完之后 那时候我 就是第一次开机 我还记得 我大腿抽筋 因为我太害怕了 因为减会因部 我一样 我怕会有撕裂伤 然后我那时候 我还记得 就是前面都搞好久 后来我老公就 也就放弃了 就没有想说要了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过几个月 应该感觉我那边 好像没有什么伤口会痛了 然后我也一样 我就穿了我老公 就是从拉斯维加斯 买的性感碎衣 还女服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买 我就这样穿怪 然后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看到我 我说 你干嘛 然后我说 没有啊 你不觉得 今天他说 请你自重 我说怎么了 他说 他说你这件衣服 会怎么穿起来怪怪的 我说到底哪里怪啊 方便都裂开了 不是 因为那个是 就是 绑带 对 因为是那个 女仆嘛 对 他说你是黏上去的吗 我说怎么 他说 你那个线都砍进去看 已经胖到是 看不到 就是我绑围裙 然后那个围裙 先是在我的肉里面 看他薄话长 对 然后他就说 你这样子 你没有照镜子看一下 你这样子 你是在虐待我 完全不受伤害 对 然后我就说 有吗 你知道胖的人 自己不会觉得自己胖 我说也还好 我觉得就还围得起来 因为我觉得围得起来 就不算胖 他说你知道 你现在的体型 我说我现在体型怎么了 他说你知道 你现在体型 只差没咬一颗橘子跟缝 好快喔 真的 我胖了啦 然后我 我整个很生气 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 我想说 我也想减肥 然后老公这样激我 我真的就是没什么食欲 我两个月就从 差不多快七十几公斤 因为我生 我生的时候八十嘛 然后我生完的时候 怎么还有七十几 很多人不说生完就回来 我怎么还在七十几公斤 然后后来我就两个月之内 然后这两个月 他也就是对我 就是不敢看我 因为我都有怨气地在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要来碰我 所以他每次跟我讲话说 你今天要吃什么 然后眼睛都往下看 然后两个月之后 我瘦到四十九公斤 他有一天忽然看到我 怎么变那么瘦 我跟你讲 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所以先生那个话还是有用的吗 就有用 但是会很难过 因为我曾 因为会觉得说 不是女生 刚才宝瑞讲说 女生都会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其实你女生 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女生那时候生完小孩 其实特别的玻璃心 而且很敏感 对 只要男生老公稍微的 对 稍微的眼神不对 或是举止不对 我跟你讲就受伤了 所以你说女生很容易 产后忧郁 会 对 对 像美玲的老公 以前我们就会带我们做运动 他也是 他产后 他老公带他跑楼梯 跑什么 他累死了 因为他一直在穿性感睡衣 三个月 而且你姐妹没讲 他老公都说 我已经讲到 你还听不懂 你还每天给我穿 我只能带你跑步了 真的超两个小时 他就在旁边超两个小时 对 真的蛮厉害的 我们曾经也看过 就是产后之后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太好 然后来之后就说 我们就是其实 婚后都没有性生活 那我第一个 当然会怀疑说 是不是这个男性功能 有什么问题 那个老公一直就说 没事 我完全正常 我每天都会想要 就是我老婆不想要 结果后来就把这个 老公支开以后 就问老婆说 为什么你会不想要 他说 生完小孩 他没有一天照顾小孩的 每天都说 这个照顾小孩比较重要 我说那你有时候也带我去看看电影 吃吃饭 那老公就会说 家里有的是录影带 有的是DVD的片子 有吃的冰箱也有 去看什么电影 吃什么饭 老婆的想法就是 你要我会勉强给你 但是你要的那种欲望 或者那种快乐 我就只是让你做这样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很多 双方感情不太舒服 是因为 其实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就男生只顾着他说 我时间到了 我可以享受这个性爱 但是女生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尤其是他产后 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 我们下一个来看 男女性生活黄金交叉 欲望时间点不同 会耶 所以我产生死亡交叉 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这样 对啊 白天不懂黑夜 男生是说 年纪轻高一直到年纪 那女生是不是 会越来越高 瓜哥讲得很好 死要是身为男性 过了那个三十岁 就能了解什么叫交叉 我们年轻的时候 欲望无穷无尽 过了三十岁之后 人家 我们还是有道德良心的限制 对 我没有限制 但是三十岁就是 也不用限制了 他就一直下降 有人研究过 男性荷尔蒙过了三十岁 每年百分之十的 几率在衰弃 三十岁也蛮倒的耶 所以各位 婆婆妈妈阿姨大姐 一定要对男生好一点 哪里男生好 你需要年纪 还有同情的角度吗 没有 很好耶 那穿战层 今天我就是要为 所有的男性发生 因为大家就一直攻击 其实男生真的很可怜 他真的有玻璃心的 其实是男生 哪里 有时候往往是一个 性行为的一个眼神 他就觉得这没三小路用 他就下一次 他就没有那个力气了 所以我是要跟各位讲说 基本上 女性随着年纪越增长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五十坐地能稀土 大家都知道 那男生的话 我就亲身有一个 我的好朋友 已经变成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四十五岁的男性 常常我这种门诊 只要开一个这种幸福门诊 就会有一个 卢狼四五的太太拎着 卢狼四五 先生说 你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叫他自己讲 就在后面这样 我心里也是觉得很 就是很不忍 我就要安慰这个男生 他就讲说 其实他就是觉得 最近就是精神不济 以前跟大家打高尔夫 一干可以打个两百码 一百五十码 现在根本就不想去 然后每天早上 其实就很忧郁 就是我也是中阶主管 我也没有骂别人 反而每天心情都不好 然后最重要的是跟老婆做那党事的时候 就是 太太就觉得他是不是有小三 是不是在外面乱来 他才四十五岁 基本上功能应该是完备的 结果我听了这些之后 其实大家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男生的荷尔蒙才三十岁一直下降 有人很快 有人可能三十几岁就早衰 有人四十 一般来讲大概四十五到五十五 大概跟女生的更年期差不了很多 只是女生更年期大家都知道 那个月经结束了 大家都知道给他多一点关怀 那谁知道男生呢 我心情不好 男生也有更年期 所以男生也有更年期 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个量秒之后 帮他抽个血 就发现他的男性荷尔蒙只有一点多 因为这个数字的单位很多 一般来讲我们都试做三点五以下 就是男性荷尔蒙不足 这个现在补充 因为男生就是做大规模的实验品 第一种打针 皮下打针 有两个礼拜打一针 三个月打一针 口服的 还有鼻黏膜吸收的 皮下吸收的 各式各样 在美国还用牙龈吸收 太多了 就会增加他的指数变四 会增加他的指数 那指数一高就会 所以我们在合理道德的规范下 会问他说 那你也不能乱来 就是如果可以 就尽量用在太太身上 这个就是以前的秦始皇 要求那长生不老药 如果我现在回去 我就帮他长生不老 帮他补充男性喝 自费吗 这自费 两个礼拜一个月打一针 几百块 两三百块 真的 但是我不能断了外面的针索录 这个价钱很多种 比如说 年轻的时候 是我会比较拒绝 另外一半 死亡交叉 对 不是我会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 我刚生完小孩 我很累 我根本不想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会狠狠地拒绝 但我现在超后悔的 我现在觉得是说 真的要把握男人年轻的时候 然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后来发现说 我们的生 比如说我晚上很想要的时候 曲哥就是说 我工作一整天回来很累 他没有兴致 后来等到早上 我送完小孩回来的时候 就变得他有兴致了 就变成说 我白天送完小孩 其实我很累 我也蛮想睡觉了 可是后来发现说 拒绝一两次之后 后面好像很久才会有一次 又遥遥不及 所以我就会开始慢慢地配合 就是跟先生早上 后来我发现 其实白天也可以变成是 另外一种情趣 真的 甚至有时候人家问我说 怎么样容易受孕 然后我说 真的喔 男生为什么 要问一下医生 你看他现在在问准 可以问 可以问一下他问准 然后我后来也有建议 就是 我有问过跟医哥 差不多年纪的人 那后来我就经由他的朋友 来建议医哥去看一下 那个男性的那个更年期 因为我发现他的情绪上面 有时候会有一点不稳定 那其实会造成 我跟小孩无形的压力 不只是那方面 夫妻之间那方面 而是说整个生活形态都会 对 氛围就会变得 我也很紧张 他自己也不知道说 这原来是男人的更年期 所以我就后来有建议他 去看这方面的医生 然后对 现在就比较稳定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 性事不合会来自于认知不同 就像刚刚讲的 男生30岁就会开始下降 那第一个有个个案呢 就是他们从20岁 然后28岁结婚嘛 那30岁之后就有问题 那他们来 后来各自咨询之后 女生怀疑男生外遇 就是因为他们他觉得 男生的性欲为什么下降 那男生就说 因为他也讲不出来 他就说我就很累 就没有想 那女生就因为这样 一直怀疑 怀疑到后来真的外遇了 这其中一个例子 就被你冤枉 干脆就直接外遇 然后因为中间 到后来我就跟那个女生说 你知道男生 大概从30岁之后 就会开始荷尔蒙下降 因为男性荷尔蒙跟性欲 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就说不是40岁吗 我说40岁会再下降 你就再下去 就越来越糟了 对 那其实刚刚讲到说用药 那有一个方式 我可以提供给大家 就是不需要用药最好提升 或是维持荷尔蒙 不要下降这么快的方式 就是运动 运动 你的身体的肌肉量越多 你的男性荷尔蒙会相对越高 这是有研究显示的 那另外呢 男生早上的男性荷尔蒙 是最高点 所以在八点 也不用真的定闹钟 就是早上就好了 就是八点 就是八点 其实就是八点 你知道那个开车会很紧张 送小孩到学校 我还剩十分钟 他讲一个大概不是这个 对 就是白天的时候 就男生睡醒那个时候 是最有欲望的 那当然第一个跟荷尔蒙有关 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上一天的班 第三个还没有其他 还没有隔天的压力 第四个已经两个都拖好了 就是少了那个前性 那第五个就是才刚睡醒 然后就是可以最快的方式 那其实这个跟这也是认知问题 但女生就喜欢晚上 如果我们晚上把房间灯打亮 不是 不是他很问题 因为他很喜欢在白天 你在白天很亮 女生最不喜欢在白天 因为其实晚上老公在床上 因为床其实会给我们想睡觉的暗示 第二个黑也会让我们分泌 退黑激素会想睡觉 第三个他累了一天也会想睡觉 身体跟心理都会让他想睡觉 所以如果你晚上想跟他做 你把他拉到那个客厅开灯 就像我刚才讲的嘛 把灯打开啊 不要让他在床上 在客厅啊 在厨房反正开灯 他应该就会比较没那么想睡 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REM期 就快速动眼期 那一般我们在做性治疗的时候 都会问说 你晚上有没有薄期 夜间薄期 早上有没有沉薄 其实他是90分钟会有一次 那如果男性 他的男性激素下降的话 他其实是会很容易的 就整碗都没有沉薄 那可能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 一个前兆 我们这研究已经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先生他有沉薄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早上 他这个沉薄的一个 这个表现 刚好顺势做性行为这件事情 其实是比较容易 那当然有很多 走到最后这个黄金交叉 最后交叉到最后 就是一起变频的 叫做无性婚姻 对啊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案例 是属于无性婚姻的 但很多人会问我 无性婚姻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无性婚姻 它不是没有做爱 它是一年少于十次 对 一年少于十次就是无性 对 对 要数一下吗 应该就要一次 对 但是你说那一次 至少有一次 不是 他那一次都是勉强来的 就是时间到 你没有教功课 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那我就教一下 那教的时候就发现 好像没有那么好 就会开始产生 自己自我否认 就是不行了 那以后就不敢做 我觉得要受到气氛 就是说你可能 过去是要听音乐 你说你们想起过去 我们约会的时候 听到哪些音乐 然后跳跳舞抱一抱 我觉得 对 抚摸对方 这个让两个人感觉得 越来越回味 不然两个都老夫老妻 你看我 我看你 你过来跳一夜 我还把你闪开 我在看篮球 不要当电视 都是这样的 像因为晚上真的 因为他最近工作也比较累 所以晚上真的几乎很少 但是我还蛮庆幸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健身教练 所以他的那个 那个雄心结束还是一直 蛮保安的 维持得很好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累 但是他就要的时候 我就说好吧那就来一下 这样 你真的给你老公好大面子 真的 我真的不能都说真的 我觉得是 没有学员 对 不是 他是真的 真的运动 我觉得真的有差 然后他的那个状态都会很好 那可是就是 就没有 真的没有办法跟就是 婚前没有小孩 我们想什么时候 你们那是心理压力 对 就是小孩又在同一间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小孩送去上学 婆婆去买菜 小的还在睡觉 我就把他移到他的旁边小床 然后我们就早上可以 就是来 进行一个 对 进行一个还蛮开心的 就是一天的开始这样子 那但是 他有时候真的也 虽然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但是我必须要说 男生真的如果说工作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像前阵子我们 疫情期间不是几乎都没工作在家吗 那后来工作都压缩到 今年的下半年 所以他几乎 有好几天是半夜12点半 才回到家 那有一天 就是他另外一个节目 就是录完了 杀青 他就说 我今天会比较晚回家 我说没关系 因为就大家都辛苦了 我那天还特别晚回家 我想说阿嬷也休息 放假了 我就带个两个小孩缓缓的 然后12点半夜 12点1点回到家 他还没讯息 然后我就说 那你是那边结束了吗 那如果说你有喝酒的话 我就建议他带一家 他就说好 然后睡醒隔天早上起来 老公没回家 好去哪 这是我认识他第一次 就是一整天晚上没回家 然后也没讯息 对 然后我就很担心 我就赶紧传个讯息给他 连阿嬷早上回来就说 郑凯是不是没回家 然后我就说 没回家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就很紧张 赶快传讯息给他 你在哪里 怎么天亮 这神经病要直接打电话 直接打电话了啦 传什么讯息啊 没有 他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然后因为刚好 就是车子停在电视台门口 也没有脱掉的问题 然后就一个睡眼惺忪 连肿得跟猪头一样 他就说我等一下就回来了 因为昨天实在太累了 他会睡两个地方 这是第二场景 你知道这电视台旁边 就有一个摩铁 我上次还跟他摩铁 其实五分钟很快 我就跟他说 你就跟教练照片 而且那一台的停车 很好停的 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回哲天笑不问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与其 反正你们都在那边 开庆功宴了嘛 你们一定也是早上才 我说那你就睡觉再回来 但他给我的照片 是在车上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好啦 没事就好 他就有点 你应该视讯 他应该会有点喘 我刚睡醒 不会吧 张敬凯不会 夫妻当中 大家叠对叠的事情很多 可是我今天要分享一个 现在亲密关系 他讲的好像是20岁 30岁 40岁 顶多到50岁 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 66岁来找我 因为亲密关系会有疼痛 因为他跟他先生 夫妻关系都还不错 他先生性生活频率也蛮好 我当然会顺便问一下 大概多少 我正在写病例 大概一个礼拜五次 我说 我就委婉了说 你知道吗 动风以后 那个性的性欲高 才会有这个问题 他说没有 其实还好啦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一个礼拜八次 那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这么 常常频率很好 所以他的阴道的萎缩维持 萎缩真的比较延迟 所以一般人觉得阴道萎缩 其实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分泌物变少 这个用润滑剂 勉强可以改善 可是弹性变差的时候 弹性变差还会紧缩 紧缩其实你知道 男生并不会紧缩 其实那个摩擦 以前弹性好的时候 其实他不太会痛 只是现在弹性差了 就会变痛 所以目前的治疗方式 有几个 一个方法 当然使用一点荷尔蒙 让他的血液循环改善 分泌物略微增加 第二个方式 现在比较多 真的就是雷射 甚至于再更新一点的方式 有时候注射 刚刚有提到的PRD 一些干细胞治疗 可以让他 烹饪分泌物好很多 简单讲 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式 也是因为 现在需求增加 所以我们就要有很多方式 这个66岁的姐姐 我们就帮她治疗 以后 其实她真的就好很多了 那到底性生活的频率 多少才算一个合理呢 比如说二十几岁 二九一十八 一个礼拜要八次 真的就像那个 贝贝的那个做法 那我们这种年纪 你四十岁上 四九三十六 三个礼拜要六次 也就一周要两次 那我的情形 五九四十五 也就是一个月将近要五次 其实有时候 夫妻的互动是一种 要抱着感恩 我前陣子有一个个案 非常特别 其实她是很晚婚 三十八岁才结婚 三十九岁 运气很好生一个 那她本来对亲密关系 就没有很爱 在生产后 刚刚种种关系 她就拒绝 拒绝半年一年 躲掉了 真的 六年都没有任何性生活 那我说她老公OK吗 她说她老公很老实 就每天乖乖上班 也帮带小 也就过了 但四十六岁很不幸 她得了乳癌 得了乳癌 结果她发现她老公 无怨无悔陪她看病 她好感动 她就决定来就医 为什么她会 那么没有心愈 也没有反应 信任感 对 那我们当然给一些 建议跟教育 然后一些治疗以后 两个礼拜以后她开机 她老公很感动 第一个 久违重逢 她就忘记这种感觉 到底对不对 那当然她自己说 她这一两个月 补及很多的一个 过去的业绩 要把她做回来 更重要的是 三个月以后 她老公升职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问她 老公升职了 那次发生什么事 她说老公说 她性生活圆满了以后 她整个人 自信性都上升了 因为她老公是业务单位 工作效率 业绩突然暴增 所以她就被提升 当小组长 所以以后如果老公 在工作上 有职场遇到一些阻碍 请欢迎到门诊 来做 好 来 我们看第三个 男女开心方式不一样 技巧是可以学习的吗 是 技巧是可以学习 而且可以从 磨合当中越来越熟 那另外一个 我想讲一个是 有一个名字叫 很多人会以为说 你一定要失才代表你兴奋 你说你兴奋 可是你不失 你是不是骗人的 那有些男生会因为这样子 本来要做了 但是一摸 你没有失就生气 你为什么要骗人 那或者是女生失了 男生摸女生失 他说你明明就很想要 你为什么说你不要 那其实这个叫性兴奋不一致 就研究显示 女生的性兴奋一致 只有10% 那在男生身上是 有些女生会很在意的是 你跟我做 为什么你不射精 太早射又被骂不是吗 太早 那个太早是真的太早 也不能太太早 就像他讲的 没有射女生会觉得 是不是没有魅力 要不然你怎么没有那么紧张 就是其实男生有时候 真的有一些男生 他是在 他是享受跟对方的那个过程 他不是真的喜欢射出来那个感觉 那有一些人是 很不喜欢射精管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高潮完会有一段 叫做高潮后的忧郁的症状 有些人会这样 那有些人会 比如说早上做 他早上比较有信誉 做完他就不喜欢那个感觉 所以他不想射 因为他觉得射完了 他有一种空空被掏空的感觉 他等一下还要上班 所以其实有时候 女生有没有吃 或者是男生有没有射精 或勃起这件事情 不要当一个指标 我觉得两个人只要可以放松享受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很自然 就会合在一起 很多人会把性表现 跟自我认同连在一起 你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你那样子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 这样子就很容易 连到其他的两性问题 其实性的问题没有这么难 但是我们会自己去胡思乱想 应该要朝好的方向去想 而不是胡思乱想 可是男生本来做完就是 像被掏空一样 那女生就会温存在那种感觉 男生就觉得 被掏空发呆了 所以才会事后延迟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刚才讲都是30岁以上 那其实年轻的族群 在我们也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更注意一下 因为这时候 他们可能没有婚姻的羁绊 可能只是男女朋友 所以这时候 常常年轻人会碰到 就是一个比较快射精 就是我们所谓的早蟹 早蟹就是其实年轻族群很多 就它的 一分钟 以内的话 它射精的话就叫做早蟹 那基本上这个早蟹的情况 就是不能说它是一个病 在我们现在 其实从以前的演化观点来 像以前在非洲大草原 其实很多东西 如果你这么久才射精 其实人类会灭绝 所以基本上比较快射精 其实也不是错 只是现行的观念 觉得要再久一点 我就有一个很可怜的 一个好朋友 26岁一个白白金金 帅帅的一个小鲜肉 他就跟我讲说 他最近就是 就是很快的就射精 快到就是 一直换女朋友 就是说 女朋友可能跟他 有亲密接触之后 越换又越快 不是 对 越换又越快 就是他换了之后 第二次就被删证出局了 因为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还是这么快 女朋友说这个不行 这个长时间不行 关系就越来越淡 他又再换一个 又是这样又被删证 他这时候跟我讲说 这一次这个女朋友 是我人生我最爱 我一定要娶到她的 我不能让她删证的 因为前一次 大概昨天发生一次性行为 30秒就结束了 所以他就来我门诊 他告诉高医师 你一定要用尽全力帮我 我就跟他讲 找一些一般的治疗 有两种 一种叫行为治疗 就坐一坐 停下来 如果是理科的学 想一下危机分怎么算 文科的背一下 注意力转移 对 注意力转移 文科就背一下历史的案件 想想那开刀的画面 对 想一下恶心的东西 突然停下来 但这种不适合在老年人用 一用的话 他就再也印不起来 那东西要拿捏一下 所以年轻人 就是可以转移注意力 或者是戴两层保险套 或者是晚上知道 要跟女朋友来一次的时候 下午心一直排空 一直排空 那那个如果先排空 那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他可能又没有办法 真的要用的时候 又有点问题 所以行为疗法 只能是一种辅助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研究发现 其实是这种先天行的 二十几岁就有问题 就是脑中的血清素的浓度 不太高 所以可以吃一些药 让血清素的浓度上升 有点像是威尔冈这样 但是它是延长时间的威尔冈 它就坐之前吃 它可以延长三倍到五倍的时间 我想说好厉害 那这样不是就一个小时吗 不是 因为那些人都只有一分钟 没有啊 那是他能分钟 我刚才一拼完 我想说你刚才讲那个30秒 你才150秒 也才 因为一直 所以这时候 我都一直跟我的好朋友讲 武器到最后一刻才露出来 前面就全部各式各样的招数 聊天 谈情说爱 前戏久一点 久一点 最后再把武器露出来 露出来就要结束了 就跟他这样讲 露出来就结束了 果然我就告诉他这些方式 其实他就使用了这些 不管药物 还有我们的这个行为疗法座 勉勉强强过了第二关 那现在就慢慢地 往好的方向前进 好的亲密关系 像用餐 主菜不够强 就是前菜甜点 还有摆盘要漂亮 就是这样子 没错 那我现在门诊有非常多 差不多 47、8岁到50多岁的女性 其实她都有很好的经济自由 身材也保持很好 就俗称美魔女 那有些是有夫妻关系 有些可能某些因素 她离开了单身 或者她从头到尾都单身 我会发现他们在追求 自己生活上的极致 除了外形保养之外 以前就是外观的保养 不要退化 现在很多都追求 私密处的不要退化 那以往亲密关系 就像第一个level 就我们刚刚讲了 痛了来找我们 希望治疗的标的是不要痛 现在不是 现在说我没有以前快乐 我希望比跟以前一样 甚至于我之前有一个 差不多55岁的女性 其实她一直跟那些人还不错 但是她后来觉得不够刺激 她就觉得想要来试试看 有没有让她干燥 可以改善 弹性变好的 结果我们当然就是很标准的 是用雷射治疗 跟注射治疗 甚至于现在 女生的性欲跟刚刚提到的 血清素跟男性荷蒙有点关系 那给她试用以后 她真的觉得好很多 她也教育她先生 然后她有一票 群组里面有有婚 已婚等等 甚至有人 没有团购 但她会分享 你就会发现 大家愿意谈这个事情 因为来每个态度 都没有很严重不述 但是她只要求一件事 我希望我回忆到 年轻时候的美好 还有有一个小族群 他们除了对自己要求以外 他也会要求对方 不像以前女生很善良 我要求好 你就算了 现在会要求对方 人家都保守了 不要保守 所以他们也会来询问 就像刚刚讲 早些也是一个议题 第二个 勃起硬度不够 你知道真的要挑男生毛病 可以一堆 时间太快 太软 不够温柔 前夕不够 甜点不够好吃 其实都会被要求 当你真的 比如说 保持规律的性生活 其实对身心灵 都是有好处的 因为像 就升迁的 对不对 老公就是 开心的时候就升迁的 然后你其实 对自己也是 因为你太会刺激那种 就是让你开心的 你如果有亲密的关系 会开心的 所以女生如果 停经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 好好保持规则的 就是规律的性生活 对啊 我之前就遇过的那种 停经后 然后很快 就是他就说 每次月经来都很痛 原来他其实已经 对啊 其实就鼓励他 你现在有很多方式 像保卫师刚刚讲 很多方式可以做治疗 然后可以改善 他的那个阴道的 干涉程度 等等 然后之后保持规律的性生活 就可以让他阴道 可以慢慢地 恢复更好的健康 这是蛮重要的 所以就要互相 要去找一个契合的地方 因为常常大家讨论说 那换伴不是很好 对啊 你换伴接下来迎来 就是心理的空虚 对 对不对 你会很空虚 你是要找一个 可以聊身心灵的伴 而不是找一个 每天换好像很刺激 可是你回到家 不就一个人吗 真的 所以你还是要找永远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 你不会把病毒带在身上 对 刚刚我们聊到很多医学的部分 因为我是做性治疗 就物理治疗的部分 因为在我们的这些案例里面 有非常多的人 其实他是可以 透过按摩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找线的人 你去看他的两性关系 其实他们在跟异性伴侣相处的时间 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当别人只要摸到他的时候 他就要射了 或者他靠近阴道口 他就要射了 其实这个可以经过一些训练 可以慢慢变好的 但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有看过 就是老公把老婆送来 我们这边教导他如何增进技巧的 那后来就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老婆其实状态都很不错 那就一直问他说 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在心爱中 达到一个很满意的状况 他就说不是 我老公很爱拍照 每次我只要高潮兴奋的时候 他说这都做不要动 然后他就开始拿手机来拍 他就说滚 这也会被捷的 他超级忙碌 而且他拍的时候 他老公还要修图 所以他头发要整理好 他说这样子的话 我实在很难高潮 压力好大 对 所以其实如果两性在做爱的时候 很注重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是陷入了 你就先嫁老三四只 一种焦虑 其实后来我就发现 他老公其实有勃起问题 就是说他老公其实需要 让他老婆更强的刺激 他才能够满足 对 所以其实性质疗师这个行业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表情因素里面更深的 就是他夫妻关系 其实也有一点问题了 所以他需要找更多的乐趣 然后后面就会出现更多的麻烦 对 那来咨询的都是讲故事而已吗 讲完故事之后 我们其实是有带到治疗室去的 那我觉得性质疗师也有很棒的一点 就是可以看到个案 因为常常说 我们常常都是看 说得出口是说得出口 说不出口自己又不知道 那你常常都是在发生那个 功能也没有问题 男女都双方都很好 可是他们在治疗室里面就 怎么会嘟不进去 原来他到洞口的时候就软了 那有时候就渡不进去 原来他找不到洞 这些都是问题 那我们又不可能叫 父母兄弟姐妹在边上看说 你看我哪里有问题 所以就是靠我们治疗师 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是有这一个部分 我常常会跟我的个案说 你们没有铺路狂 我也没有观看狱 其实我们是这样把问题解决 所以会有 就会直接在我面前他们进行 发生什么事情 找出问题来 对 所以才会有那种 支点不动上下动 看起来有动 其实他都没有动 就是 对 老婆来 老婆来就会说 老师你看一下 他说他有动 可是我都没有觉得他屁股有动 就一看他就是立在那边 然后身体这样一直动 上半身上 对 对 实际上有必要去找性子老师 或者寻求性博士 去解决这些问题 婚姻经营实在不容易 很多事是需要磨合的 性是办理感情之间 最好的润滑结果 评历跟方式也可以好好地探索 协调 医学上也可以给予协助 祝大家的幸福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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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